深茶,暖心2017,深傳粵文化,名家論壇,即是正式啟動 在路廣門非常熟悉的廣州麗灣區彩虹曲卷 粵劇名家,小神英,黎茨湘,演員蘇智丹,紛紛上台表演 為街坊們帶來了豐富的粵文化大餐 一起探討粵劇文化的傳承 羅伯洋,跟你說說 我現在在廣州麗灣區彩虹曲卷 粵劇名家,李茨湘,和小神英,梁錦麟老師 已經到了現場和街坊一起互動 他們除了會變一些著名的曲目之外 還會為大家分享他們以前學戲、造戲的一些有趣經歷 街坊們每個都聽到入神了 年年輕錯愛夢,道次循生大歌 小神英,梁錦麟,今年已經78歲了 但是站在台上的他依然英知濕想 唱起粵曲,中氣十足 聽到那些戲迷們如之不醉 大師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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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傅 看粵劇我都看了很久了 很多年了 自小就喜歡看粵劇 是啊,很興奮 然後你喜歡哪位老師呢 每個老師都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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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教學都喜歡 好愉快 因為跟觀眾的距離接觸近 又有共同語言聊天 所以我很高興 經常擔當花彈的李慈雙 今次可以說是身兼良跡 既掀窗又主持 妙語連珠 令到全場的氣氛相當活躍 好 很興奮的 我看到那些氣迷就比中大獎更開心 因為他們是很真誠的 他們很真誠地愛瑜伽 大家熟悉的外來式副本地樓大佬 康奇光的扮演者蘇志丹也來到現場 不知道演畫劇出身的他 唱起結曲上來又會是怎樣呢 好厲害 我們對粵劇都有很深的感情 我希望能夠通過大家的努力 通過政府的扶持 能夠使我們的粵劇重新振興 希望大家積極參與 繼續推動這個港府文化傳承 我們就在那個傳承傳統文化方面 盡我們離國之力 接下來 《深傳粵文化名家論壇》 還會有廣授、展指、省絲等主題文化大餐 奉獻給大家 敬請留意 廣東台記者羅平陽報導 有人說粵文化正在消逝 大東光年初的廣國社會 和現在的《深傳粵文化》等活動 我們都可以見到社會各界為了展現 和《傳承奪文化》所作出的努力 希望大家都能夠一起參與支持一下 再看看 近年來 業主和物館之間的矛盾是頻頻發生 但很多業主說 有一個妹仔帶過主人婆的感覺 交了物館費請人回來 結果還是處處點心點肺 今天全國三十幾個已經實行了 業主治館的社區居民代表齊徐廣州 分享他們社區治館的成功經驗 陳宇明跟你們說說 目前我各大多數小區 都是委託物業服務企業管理 模式比較單一 雖然理論上 業主才是老闆 但是當業主想更換物館公司 或者想成立業會會的時候 可能終於謾罵、恐嚇、甚至人生攻擊等事件 今天早上凌晨是1點鐘左右 我們小區都是有兩戶人家 門口是被拋紅油漆 而這兩戶人家巧合的都是 我們的業主委員會籌備組成員的兩家 你不管用哪種方式去管理 有一個前提的地區就是 你必須要有能夠順利地運行的業主組織 不過有專家就說 業主治主管理不單只是集體維權 更加應該體現業主治管的義務和責任 其中廣州月秀區新學浩成立居民互助會 破解停車難的個案 就憑受各位市民的關注 廣州東山的新學浩到內非常狹窄 既滿足管理這個居民的停車需求 也要滿足附近上班的這個市民的停車需要 甚至在平以前 這裡的停車非常混亂 甚至有車主一個月收到17張 這個違章停車的發單 但自從這裡的居民成立居民互助會之後 情況得到極大的改善 據了解 新學浩一橫路到五橫路之間 就有住戶兩百多戶 附近一公里範圍內 每一個正規的社會停車場 所以未成立居民互助會之前 居民車輛亂平亂放 隨意戰鬥 甚至一度成為月秀區交警發出牛肉桿最多的路段之一 三年多中老太太就坐在門口去發揮的 有設裝的很多方式 兩年前 在月收區民政等部門的幫助下 新學浩路段居民自助護照會成立 多方協調出一百三十幾個停車位 由本社區居民車主優先使用 停車按全年擾收管理費 用於憑整管理人員 以更安裝示範 預卡就等白天 對我紅卡就是S4小時 我們現在是一年收費2400 預收2400多退炒股 第三台要有第二台參與的 叫3600 因為資源是平等的 廣東台記者陳宇明報導 天草擔心很心慘 今天的案件 何元紫甘的雙坑村 一直以養雞民領 但今年全村一共有十萬多隻雞 出現了銷路問題 村民活得心急不乏 看看有沒有辦法幫助他們 向鄉主持有些人 攝影院把宣傳交給 入京口的房間 超級消費 入京城武超市 入京城武超市 入京地區 廣東台記者 入京城武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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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神吐, 關節痛, 筋骨痛, 痛, 飲紅茅藥酒, 神去吊雪, 無憑喜夜, 頭暈失眠, 去, 飲紅茅藥酒, 紅茅藥酒, 致命有強殺, 祝你, 每人兩口見, 康長濕, 無人無事敢咳, 喉嚨長激身, 喘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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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喘� 喘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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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世界爱上中国照 消除抢打,易打 松腐一板仙突药 今天关注布料热线 或关注军方微信 凡提供独加猛料,重奖2000元 河原紫金圆的上坑村一直都有羊鸡的传统 而且以前的鸡就比较上销 今年它出现了制销的情况 现在羊鸡的成本每天都在增加 村民都是心得一份 情况都是这样,一起看看 张建平是湘坑村的贫困户 去年以来,他络续从 市村扶贫工作队那里领导三百只鸡苗 再加上自己额外购买的鸡苗 家里用了近百百只鸡 是经历了几个月的辛苦治愿之后 现在这鸡开始集中上市 但是,它却外销路 休息而身 每天,有时候 只能卖一只 有时候卖一只,十只,八只 现在每天的成本 你要两三百块钱左右 但是,下期我 我的货席都没有了 心里没有标准 张建平说,目前他每天都会 拿着鸡只到真上卖 但问的人都不多 而且鸡的价钱也都不厚 市场的价格也不怎么好 才十一二块钱嘛 以前卖五十五六块钱 上坑村出产的鸡 是省龙多远供应鸡苗的 三红胡苏鸡品种 是上坑村的传统产业 村里面两百多户村民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一人鸡 去年駐村扶贫工作队 结合村里面的实际 被村里面二十多户贫困户 每户发奉了三百只鸡苗 作为帮扶货目 记者看到双坑村居住分散 荣物大多形成了一个个 独立的生态小庄园 因此养鸡都是山地果园散养 齐抗层属基数和重金属含量 几乎接近于零 上网园这里出场的鸡 几乎没有出现过滞销的情况 但今年的形势却不容乐观 我们像双坑村的总存兰量是 三十万只 滞销呢 全村有十万只 今年自销原因是 可能是受全国农产品 原因 导致这个鸡卖不出去 因为我们三康村的鸡 都是个生态鸡 因为它的价格 它的养殖成本比较高 它的价格卖得也比较高 住村工作队和村委会 都想了很多方法 帮助鸡脊销售 虽然取得一定了成效 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一个是跟对口办法单位 深圳管理集团 形成了一个比较长期稳定的工艺关系 向他们的食堂干部职工 提供我们生产的鸡 打造一个网上的电商销售平台 就要好好设 在网上平台来销售这个鸡脖 但是呢 这个成效比较缓慢 广东台 学员台报导 今天下午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角频道 和音乐之声联合主办的 麦黄争霸支 2017 粤语好声音 正式拉开帷幕 今年的海选报名现场 依然火热 李玥廷跟你讲一讲 今年麦黄争霸的比赛 在全球各地都撤油菜区 报名人数已经超过10万 在广东广播电视台的 足电新闻客户端上 亦都有麦黄争霸 暴乐赛区和直播 2017粤语好声音 依然秉承着 全城粤语歌曲文化的权名 琴头粤语歌曲里面的好声音 活动启动仪式上 邀请到本土著名歌手 东山少爷 李达成等明星再奔 同时 往届麦黄的人气选手 亦都来到现场 为前来参加海选的朋友 加油打气 很兴奋 嗯 嗯 嗯 邓子琦 准备出品的质田 那些 张云軒那个歌 喜欢唱歌 表达一下自己的心中情感 那些 然后第二 唱给大家听一下 宣传一下这个鱼 粤语嘛 是 ли吗 我觉得大家要败平信心 但是 这个舞台是宝贵的 希望你们珍惜舞台 上登舞台 尽情玩就行 不要理会孙鹰 尽情玩 廣東台記者李玉廷報導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